Hello 知识音乐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宋倩 再丑 再怪 也是自己的 轻生的 都蛮喜欢的 很有up to me的那种感觉 小出局那条裙子蛮喜欢的 舒服 凉快 内中有一个造型被网友称为是小龙人造型 然后当时觉得这个造型能量 反正当时就是觉得要古灵精怪一点 要鬼马一点 然后就说扎个揪吧 然后想说扎两个 一点太普通了 然后就想说多扎几个吧 然后扎满头都是揪 因为当时17年 年底的时候拍的 那个时候觉得还还蛮特别的 挺不一样的 很鬼马 为什么选这首歌作为主打歌 其实up to me是 比较有这张专辑的精神所在吧 up to me就是自信的 鬼马的 自我的 空荡街道 这中间摇晃 还记忆什么陌生 嗯 天理人容易犯错 屋顶会着火 一圈作品屋顶着火 被看了过这桌子 然后写着一部作品 书先需要哪些特点 需要大家喜欢 确实是 就是大家不喜欢也不会去cover你 就我觉得需要大家喜欢吧 然后要有特点 使用新冠军为toria十首歌中 说句两个个名 进行道具 我的官能支配了我的人 想说一句 I miss you 作为创造你2020的教练 对你来说 有没有新鲜感 作为教练这个身份 是还蛮有新鲜感的 因为跟导师啊什么的都不太一样 感觉责任很重 你给你送片 对你将病党的心跳原计划 你来给我们做一下安妮 心跳原计划 这部戏就讲 我扮演的是一个女科学家嘛 也是第一次做这样的挑战 压力其实也是有的 这部戏讲的是医药公司 然后如何去研发药物 然后大家经整个过程 整个拍摄下来 我就真的特别能体会到 科学家们啊 能够研发一款药 真的是经历很久的时间 然后好多好多人的心血 才能够做出来的 在现在当下这个情况下 我觉得这部戏还蛮有意义的 就是能够让更多的观众 能够看到 能够去了解一下 在这个领域的人们的不容易 希望大家能够多多关注 每段时间做客李佳琪的直播间 有了解到他 Oh my god 买他的精髓吗 精髓不知道有没有了解到 但是就是现场听到了 现场以人间揽发的 独家收传方式 来收传一下自己的专辑 美超雅 Oh my god 女生们 男生们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 听一听看一看 买一买啦 在我耳机当天 有一个男孩站在天桥上 向喜欢的女生表白 但是女生拒绝了 对角线 平静的夜里 穿越时光机 到达了之前的练习生的时光 然后哭出了声 broken winds 在海外无人的山坛 有一个小男孩跑来耳边 说道 我很喜欢你 很拉呀 骗子 看到你的粉丝们脑海中 自编的一首歌或是什么 屋顶着火 那次表演粉丝的那个应援 反正就要看见 那你跟那个意思太深了 今天尝试的 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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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是 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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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有的 再改变那些过往 就只能安静的怀念